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近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大陆制造的电动车 可能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而且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的中国车 他说北京可以同时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熄火 但是路方就反讽 按照这个逻辑那在大陆的上一台的苹果手机 美国也会让他们同时黑画面关机吗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开宗民意点出大陆电动车 锂电池 光电产品 去年出口成长近30%是大陆经济的新三样 光靠销量 光靠规模还是不够的 更要在技术创新能力 在品质口碑 在社会责任方面我们还要争取做到全球领先 为了反制大陆 美国总统拜登最新宣布 由于担心大陆物联网电动车能连接手机 导航 关键基础设施 并回传敏感资讯给大陆政府 暴露美国公民隐私 因此将启动调查 美中间隔开不同的贡献战争 跟大军的重要发展当中 争取决定中的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也来火上加油 宣称大陆制电动车 每分钟都在搜集 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假如美国路上有三百万辆大陆电动车 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 这番指控让大陆政府哭笑不得 按这个逻辑 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 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上亿部 苹果手机把信息输送回美国 甚至同时黑屏 不怕美国打压 大陆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宣布将在墨西哥建厂 但路透社报道 由美国贸易组织警告拜登政府 若不能阻止大陆制汽车 透过墨西哥销往美国 将导致美国车器集体覆灭 共和党参议员最新提案 要将大陆汽车进口关税 大幅提高到125% 防止大陆电动车亲门踏户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讲到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知道他们近几年 非常积极的在发展 去年底像小米他们 就有推出首款的电动车 而现在华为也跟江淮汽车合作 要再推出高档的这个智慧 所以今天的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敏珍 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敏珍好 大家好 好我们要先来讲到 华为的这一台跟江淮汽车合作的 目前这个定位会是在一个高端中大型的 MPV的智慧车 而且售价可能会落在人民币100万元 大约是新台币440万元 这个也可能是华为最贵的汽车 而现在这个产品定位 看起来就跟这个滨市的 麦巴赫的等级是相当的 那么现在江淮汽车已经即将要量产了 他们的工厂就会在安徽的合肥 预计华为的这个目标是新车 预计年产3.5外辆 收入销售的收入 有可能会达到人民币350亿元 当然也对江淮汽车的业绩 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抑注 我们想要请教敏珍 现在这个大陆这么多电动车评价的 为什么华为推出不是推出评价版 而是推出高端版 而且为什么他们要选这个 MPV的这个车型呢 好 华为和江淮汽车 他们是在2023年12月1号的时候 管轩要牵手 也就是说他们要强强联合 一起优势互补 打造豪华智能的电动车 那么当时业界就有做出预测 他们会率先推出的车款 会是高档豪华的MPV车型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MPV车型 就是比较大 大概都是7人做的这种车型 大陆业界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讨论 首先大陆MPV的市场是 这几年来是经历了大起大落 来看一个数据 在2016年的时候 它的销量是达到了246万辆的巅峰 那么接下来5年都是下滑的 到了2022年销量只有94万辆 是轿车还有SUV的十分之一 但是到了2023年呢 是出现了触底反弹增加 销量是增加到了109万辆 那么为什么大陆对于MPV的车辆 需求会开始增加呢 大陆益车研究院的院长周立军 他提出了一个看法 他认为是和开放三孩政策有关 因为现在家庭出门 上游老下游小 那么随便出门可能就是六七个人 所以就会让比较大的MPV更受到欢迎 那么再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目前新能源的MPV渗透率 只有个位数而已 那么高档市场里面 也是很少有自主的品牌的车型 所以现在华为和江淮汽车 从高档的产品来切入市场 是为了争夺市场的新机会 而且这样的产品的利润 还会比低阶的车型还高出很多倍 那么目前大陆业界也是普遍的认为 基于巨大的市场需求 MPV市场还会持续的增长 那么就有分析师 他是非常乐观的预测 在未来的三年 MPV的销量可以达到300 甚至是400万辆 是的确现在看起来 大陆很多比较平价的电动车 他们可能都是这种比较小的车型 像MPV这种比较大型的车型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也许他们想要抢这一块市场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很多台湾人聚餐 都会选择的这个海底捞 我们要来聊到 他其实在大陆 香港跟台湾都还蛮红的 但现在海底捞他们就公告 他们说这个开放 加盟特许经营模式 这也是海底捞创立30年来首次开放加盟 那为什么呢 海底捞的说法是他们希望 又有多元的经营模式 推动餐厅网路版图的扩大 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过去海底捞曾经说 因为要保证服务品质 还有品牌的信率 所以不接受任何形式 加盟合作特许经营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现在海底捞的经营策略 可以说是大转弯 但是要加盟还是要有条件哦 包含你要认同海底捞的企业文化 还要具有长期一同发展的意愿 同时要具备多电发展的财务基础 如果你想要在当地加盟 也要有地方物业的资源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敏真 这个海底捞经营策略大转弯 是因为他们现在竞争太激烈吗 还是说因为看起来好像海底捞 一直都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模式 对不对 是 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 现在台湾人会不会喜欢去吃海底捞 那我自己在台湾上一次吃海底捞 可能是两年多了 对 然后所以在那么在大陆的情况 我自己观察各个省份 是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人排队 那当然每个门店 他们有些是可以提前拿号码牌 可能他们有分散客流的方式 也不一定是生意不好 那可是为什么海底捞 他的经营策略会出现大转弯 事实上我想疫情是 这个这场变化的一个催化剂 因为在重资产的直营模式下 其实是很笨重的 他是牵引法的动全身 所以在过去几年疫情的冲击之下 海底捞直营店 他虽然对于服务也好 或者是说 那个品质可以有很高的掌控力 可是他也是损失很惨重的 不得不采取一些新方法来增加业绩 像我们几个月前就有到山东青岛的 一家海底捞门市 他很特别 他上面就是在开在商场里面有一家店 不过他在楼下的夜市 摆了一个摊位 就像一个摊车像咸酥鸡摊位 或者卤味摊上一摊而已 那我们也问为什么要开这个摊位 店长给我们的回复是说 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 其实民众是越来越不喜欢去餐厅吃饭 因为他们算得更精了 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那么他们会觉得去餐厅会花很多钱 再来就算很想吃海底捞 他也觉得如果我只是进去点一小份东西 会很尴尬 所以就走不进去 可是把摊车开在了夜市 他都是卖小份的东西 像一碗牛肉冬粉 然后100块台币 你就可以吃 我吃了一顿海底捞 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感觉很好 所以他其实新的模式 开在夜市的海底捞 就是他要在餐饮进入寒冬期的时候 一种增加他业绩的一种方法 那再来 其实对于任何餐饮企业来说 你去开放加盟这个形式来拓展市场 都是双面认 他是可以很低成本 或者是说低风险的拓展市场 但他是考验着你的管控能力 那对于现在海底捞开放加盟 就有人说 这是他们会服务走下坡的开始 那也有人认为是说 现在他引进了社会的资本 会对中小品牌 还有私人门店 带来压迫感 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 是可以做到在逆势中保持增长 是的确像观众朋友有人说 就是不赚钱之后才会开始开放加盟 另外也有人说 他们都是吃麻辣火锅 就像敏真刚刚讲 其实有人会觉得海底捞的消费 可能相对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想要找不同的客户 好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敏真 今天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谢谢敏真 谢谢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外注 外界非常关注的今年的大陆的两会 将会释出哪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稍微已经放缓了 现在大陆人行的行长潘工胜 他就在记者会上面透露 他说目前大陆银行的存准率 还有7%的水准 而且后续还是会有降息的空间 另外大陆的发改委呢 则是说有可能会推出汽车 家电就换新的措施 就是希望可以提振经济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两会预算报告书 过紧日子这几个字就至少讲了7次 拼经济是今年两会主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场代表团 审议活动特别选定江苏 外界揣测这是因为江苏物联网产业 规模上看1.7兆新台币 阿里巴巴总部也落脚在此 习近平希望借重科技业 带动长三角发展 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层款 准备经历了平均是7% 厚素的仍然有见准的空间 我们今年将有针对性的研究 出台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政策 大陆证监会主席吴清等经济领域大咖 一次排开为刺激景气开药方 不仅透露今年将继续减税 贷款利率更低 还会推动汽车家电旧换新 创造兆元以上产值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的家电保有量 超过了30亿台 所以这个汽车家电更新换代 也能创造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 大陆想刺激消费 不过房市得先恢复信心 路透社报道 大陆第二大地产商万科 金船也爆发债务违约 恐布上碧桂园后城 大陆宣示旧经济 从刺激需求货币利率和财政政策下手 打出组合拳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有学过大陆河南的清明上河园吗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他其实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 打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但是最近这个清明上河园 园区里面一个饰演乞丐的演员 登上了热搜 为什么呢 因为外传除了他的演技非常逼真之外 传说他的月薪有超过台币7万元 比很多大陆的大学毕业生都还要多 那么现在也让不少大陆的网友崩溃 说自己原来才是真正的乞丐 戴着编发头套 穿着古装 整张脸还涂得脏兮兮 大陆男子李金刚 靠着饰演乞丐 红遍大陆大江南北 网友说他无辜的眼神充满破碎感 让人激起保护欲 一次表演台词说想吃烧鸡 结果隔天就有三名游客 都拿了烧鸡来请他吃 李金刚在大陆河南著名景点 清明尚和园已经刑起13年 刚入行为了体会饥饿感 还故意饿了三天三夜 结果被送进医院 如今演技备受好评外 收入也掀起议论 李金刚不肯正面谈收入 但有陆媒报道 他每天靠扮演乞丐 月薪达到一万六千元人民币 也就是约合台币七万元 另外还有保险 喜欢我还是来圆梦吧 就是跟三五个月我就不干 想给我有这个事 后来就这样 那一样还有一样 就一样大了 不说到什么 能月收七万有大陆网友说 自己也会舍不得刑起的工作 因为摊开大陆招聘平台数据来看 2023年大陆大专院校 应届生平均招聘月薪 也才大概四万五千台币 比李金刚当乞丐还少两万五 顶流乞丐成为不少人的梦幻职业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